美国免签渴望在10月上路 副总统吴敦毅表示了 美国应该会在10月份给予台湾免签证 将来民众要前往美国会更加方便 今年10月的前后 美国应该会给我们免签 这样的话 我们出国旅游更方便 更受尊敬更受欢迎 目前已经有127个国家或地区 给予我国免签证的待遇 美国部分也正在进行当中 吴敦毅在出席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的时候 首次透露 美国应该会在10月份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待遇 台湾免就到时候呢 到美国会更加方便 也更加受到尊敬与欢迎